行政院長嘉義華親自示範如何進行AED傻瓜電擊器的操作 也呼籲各大公共場所都應該裝置相關設備 等一下 衛生署署長說 還要我來表演怎麼樣使用AED 我相信在座有許許多多的民眾 也跟我一樣 並不知道AED怎麼用 但我經過同能跟我講之後 發現它真的並不複雜 而且大家可以很放心的去使用 三義華脫口說出這場急救是表演給大家看 也說了熟就能生巧 然而拼經濟可沒有這麼簡單 前一天行政院推出四大類 一共13項振興經濟措施 包括擴大消費支出 體鎮國內投資 激勵創新創業和修正鎮碎 算一算五年要投資32億元 不過對這些方案 國民黨立委並不捧場 我搞不清楚馬達跟熱水器跟瓦斯爐 跟我們現階段我們要使用的電器有什麼直接關係 我想我們是從節日減碳的角度來 你們從節日減碳 那你們為什麼不從消費者的角度去提升我們想要的東西 你們要不要拿你們的官位做保證 所以我今天看的這個東西 其實我覺得很痛 可能在野黨在怕婆 因為我們無心要把經濟弄好 我們看到五年32.4億 是太小顆了 你就預計帶動2.5兆的經濟產值 哇 以一當千耶 有這麼大的效力 這還是吹牛的 我想這是各個相關部位的 這個意義的投資可以產生千倍的效益 這是你們高估的吧 鄉親吳朗兄弟 今晚大家晚安 我想郭民黨立委黃昭順說 你出這份交在野黨會怕婆婆 因為有夠爛 我不相信 因為這個經濟如果救得起來 這不是全國老百姓的福利 如果救不起來 就像他剛剛要救的那一個人是表演 那表演的話 比較多救就救不起來 因為行政院長不應該是來為救經濟而表演 我們這裡撤下去 給各位介紹現劉市 第一位我們的政調高雄 徐永平 主持人大家好 公共行政系高雄 弘安君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翁徐永平 大家好 同樣資深媒體人 中聯網 主持人 郭美鳳琴大家好 我們來看一看 剛才已經說了 他們要拿5年拋32.4億 能夠創造1.2兆的投資嗎 江葵昨天以新郭蓋為主軸 公布了擴大消費支出 提振國內投資 激勵創新創業 修正正手稅 四大面向的提振警計的措施 說政府5年裡面 現在要拋磚32.11元 希望能夠帶動汽車 瓦斯 瓦斯器具產業 觀光消費 吸引受險資金投入公共建設 以促進1.2兆民間整體投資 等美域 就是要拋磚引域 楊明兄 這個磚扎出去 有沒有 引出沒 不知道會不會扎死人 謝老師 磚要夠大 為什麼大家都在講這32.1億 是什麼意思 5年32.1億 一年平均多少 6億而已 馬總統上台的時候 GPG的大家 他在推動品德教育 光是品德教育 一年就花了12億啊 那更不要提 每個學校游泳池 幾十億都丟下去 我跟你說 經濟不好 這全台灣都在看的事情 我不認為說 他做得不好 在一黨會鼓鼓掌 謝老師 經濟不好是不分民眾 不分藍綠 所有人都受害 全國倒霉啊 所有人都受害的事情 剛才你來講說 江宜化在那邊示範做AD 其實我真的不希望 他是在救台灣的經濟 用這種心情在救台灣經濟 可是台灣經濟是不是已經這麼慘 是的 大家都講連八個月怎樣 黃藍燈 黃藍燈還是小事 他是不斷在下降 快要變成黃燈 我又說這些情況 馬總統不知道嗎 馬總統覺得推個3.2億 32億 推個32億 一年5億的東西 5 6億的東西 民眾會覺得有感覺嗎 我們等一下可能會討論他細節 他叫你換什麼 瓦斯爐啊 熱水器啊 今天這個什麼中油還是經濟部 還出來講說 你們不要用瓦斯爐 用電熱爐 為什麼 因為現在電價比較便宜 不要忘記 電價現在要漲了啦 6月1號是必要給你去 對 我的意思是說 那為什麼會悶呢 為什麼會現在要急救呢 馬政府知道啊 因為正所稅啊 因為正所稅啊 現在逼著在野黨說 開臨時會 來把正所會修掉 謝老師 只要一有風聲 股市就一副 你引誘他一下說 正所非修不可 草木皆兵 對 然後一下說修不成 又往下掉 我想說 這個不是自己 把自己腳搞砸的嗎 是 所以說你如果要負 你就負責比較適合 但是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大家講說 補助都很瞎 因為為了搶救悶經濟 馬政府又推出了提振景氣方案 這條廟到底是什麼 能夠發揮多少效果 我們來看看以下這則新聞 簡能瓦斯爐 熱水器 下個月開始連續三個月 你買新的政府就補助 能源效率一二級的瓦斯爐 每台補助一千塊 熱水器的話 強制排氣式的 每台補助兩千塊 這是政府為了救悶經濟 開出擴大消費支出 藥方的其中一項 不過一推出 連職政黨立委都批 開錯藥了 我搞不清楚 馬達跟熱水器 跟瓦斯爐 跟我們現階段 我們要使用的電器 有什麼直接關係 我想我們是從節能減碳的角度來 你們從節能減碳 那你們為什麼不從消費者的角度 去提升我們想要的東西 自家立委都不捧場 砸16億元的擴大消費支出措施 要補助購置節能家用器具 高效率馬達 跟公共運輸車的泰幻等等四項 但就有三項被立委看破手腳 是在玩老把戲 都是舊的 拼裝式的 把過去幾個計畫再拿來拼一拼 湊一湊 這其中我們計畫補助 有一個所謂的低地版的大客車 是我們補助的項目之一 但是這個低地版的大客車 台灣根本沒有生產 全部通通在中國生產 這個就是沒有對症下藥 完全搞不清楚狀況 看我當心肝你知道嗎 因為有多少人民在期待 你們要不要拿你們的官位做保證 台灣沒有做了光這一點 你就讓全國百姓氣不噴 我們來看一下 聯合報他怎麼說 他說不見大餐 不見大餐 只有什麼 任盤還有隔夜菜 他說六七月是夏季的大熱天 行政院補助前面 節能熱水氣加加速爐 不是冷氣機 不是冰箱 人民難免就越來越火大 政府補助公車計程車太舊換新 不是民眾常用的機車跟小客車 這些措施比較像節能減碳 難怪很多小代表信要質疑 各位有什麼關係 那中國媳婦也講了 五感措施 人民更悶了 連晃五感就算了 問題在於就是說 敢我合遲這種事情 其實這個感覺跟對症不下藥 我們的政府可能不知道 現在夏天很多台灣人 是不用熱水器了 是呀 一方面因為天氣熱 另外一方面瓦斯太貴了 能省就省一點 就乾脆洗冷水吧 你搭熱天補助熱水器幹什麼 你說你今天補助冷氣機 也許大家還想說 那個家裡的老舊冷氣換一台比較省電 保住三千五千 也許可以刺激一點點內需的消費 他補助這雷十年以上的大客車 這不是公車 他說的是油冷車 你知道他說這樣 能達到什麼目的嗎 可以刺激外國公安客來臺灣觀光 原來外國公安客來臺灣 是因為我們的遊覽車太舊嗎 你知道他鬼扯 這次政府房扯的有多大 我用簡單的數字勝 讓大家聽 台灣近年的GDP大概十五條 他現在說三十二億 要創走一點二兆的這個產值 一點二兆佔一年GDP多少 大家知道嗎 百分之八 三十二億 好 你說分五年好了 那一年也增加百分之一點六的GDP 大家記得這個數字 一點六 一年花六億 可以創造百分之一點六GDP 那他應該花六十億可以 可以多少 那花六十億 我們就十幾趴了 每年都十幾趴 六六三就做到了 那我再告訴大家另外一個數字 二零零八年本消費券 大家記得嗎 是 八百三十億 那時候陳天之經濟會主委 他跟我們說 這八百三十億開下去 GDP增加百分之零點六 但是最後沒有達到 最後大概只有百分之零點三幾 給你減半就對了 八百三十億 零點三幾 是 六億 百分之一點六 是 哦 你們是神耶 那我覺得陳天之應該拖出來槍斃 你為什麼這麼無能 你花八百三十億 才零點三 我現在一年只要花六億 可以增加百分之一點六 所以我覺得政府 你不要再扯謊了 你這些東西根本沒有用 因為如果有用 過去五年 等一下侯老師 也許可以念給大家聽 過去五年搞了多少口號 搞了多少錢 如果真的有用 臺灣經濟現在不會這麼慘 這麼悶 現在問題就是這樣 為什麼我可以想像 黃昭順為什麼這麼生氣 你連說謊 都不先打個草稿 這是讓人民覺得很生氣的地方 連說謊都懶得的 看一下 政院扎三十二要救檢器 再也說你是老把戲 五年吸鐵藥方 經濟越長越來越糟 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也不用每個都看 馬政府歷次提振經濟措施 一欄表 為劉兆璇到今天的講一話 真的發放消費券振興經濟 促進就業 擴大公共建設投資 經濟景氣應應方案 股市提升方案 劉兆璇沉沉重到降雨化 一直到今天 當場被自己的立委吐槽 又嚇壞了 漢君兄 剛才我們給大家看 聯合報說這是什麼隔夜菜 是 等盤 我說聯合報還在替馬政府講話 我認為 超聲音 那叫做收水油 是 收水油 地溝油 大家要聽話嗎 地溝油 有什麼地溝油 我們剛才主持人拿出來看 過去五年已經拿出來幾遍 拿出來幾遍 不要說七遍 馬英九執政五年 四年半來救經濟 已經救四年半了 大家看 第一個是98年1月 就職半年以後就開始救經濟 已經救了四年半經濟 救了什麼 都救了 他說熟人生巧 所以我說 這個政府還是他的本質沒變 還在騙嘛 而且越騙越大 現在是騙很大 你看看 他說聯合報說 這個產值是怎麼產出來 實在是離譜到 我們說一遍 要叫我們說這麼大的白餐 我們說不出來 但是他說不出來 另外一個 我們再來看說 馬政府裡面有這麼多經濟學者 是不是 他認為他這些經濟學者 都是國內一流的人才 那怎麼今天敢拿出這種東西 我覺得這個現在不只是說 看他們說說他們講法什麼 我覺得這個要開始追究政治責任 你給我算出來 你給我算算看 怎麼可以你這些經濟 你這些經濟的這些首長 能夠讓今天能把這些東西拿出來 這個數據拿出來 我覺得真的要真的 我覺得在野黨應該追下去 這是政治責任 這個不是不是一般說 我們說說 來這裡練幾個年而已 這個要有人負責的 算不出來算不出來就下台 是 這說不對 報紙怎麼定 有人就問葛奎 問江儀化 三十二點四億如何創造 一頂二兆的產值 江儀化怎麼回答 下清清楚楚 他也沒有辦法說明 這句話他講得出來 這時候我突然間想起 陳聰內閣時代的一個廣告 振興經濟推升方案 到底是什麼東西 太複雜了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你知道嗎 但他一頂二兆他怎麼算出來 一年六億有沒有 我才創造一頂二兆 我心裡突然想到說 那只有一個可能就是 為你搭託 搶到十幾億的時候 政府包裝啦 包裝都穩住啦 除非這個樣子嘛 不然是要他 到現在你如何說 這個我不知道他怎麼去算出來 但是我知道 一個人只要說錯 想錯做錯一件事 就可以幾兆三兆不見了 馬英九的證手稅不是這樣嗎 這次裡面還有一個修改證手稅 竟然變成推升經濟的一個辦法 那不是你推動的嗎 修正就變成一個推升經濟呢 我跟你講有一句話 錢要發在刀口上 去年我剛好買房子 所以剛好有這個什麼補貼物的 所以冷氣 冷氣嘛 冷氣 要電視嘛 都要補助個一兩千塊 我就剛好認為說 我如果買一個兩萬塊的電視 可以補貼一兩千塊 我願意啊 剛好我有需要 我就去買嘛 什麼意思 就是要老百姓有需要的 我們阿蘇羅的同鄉都用到當時開玩嗎 派遣 你跟我說 我買三年五年 剛好有一千塊對吧 所以我跟他玩阿蘇羅 不可能嘛 夏天要死 台北三十六島對不對 因為夏天要死了 我特別去為了一千塊 我剛去換一個補貼機 不可能嘛 所以呢不是什麼節能省探 現在是要推升經濟 滾水不勝胎 整個台灣為了那麼悶 其實我覺得黃張順 其實我覺得他心裡很悶 是啊 國民黨的任務 你怎麼會推拿這個東西出來 他真的很氣 他很氣 怎麼會這個樣子 你們腦袋裡面在想什麼東西 跟老百姓經理有關係的 比如說你放他車子很久了 你這隻去補貼計程車 去補貼公車 你很奇怪 我說最想換車的人是 你的汽車在五年到十年裡面 如果你補貼到三萬對不對 千三CC 千五CC 他如果說五十萬 可以三萬對不對 給現金喔 不是補貼貨物稅 他可能願意啊 而且你節能減碳 這個車通常換的 要比較有機會 而且你在油電車表 講好聽說環保啦 還有就是客人車啦 你知道嗎 今天啊 台股有一個股大漲 為什麼 台灣市面上客人車 九成都是跟這家車上買的 結果今天起到 起到驚四六 你知道嗎 這個振興經濟就振興到他們 油電車只有這家有做 對 所以你如果錢沒有放在 我都我不懂 我不懂這麼多的官員 我們在這裡平衡 我們在這裡平衡的很奇怪 你知道嗎 為什麼這些道理我們都懂 我說我沒客氣 現在就是老百姓 我過去這禮拜 減少了一兩公斤 為什麼 因為毒澱粉的東西 都是我最愛吃的 所以如果政府振興經濟 可以讓老百姓 願意把錢拿出來花 然後滾水不生胎 然後商家全部都賺錢 進行特色機的賺錢 大家就敢開機 你應該製造這樣的氛圍跟環境嘛 然後你去抹幾包 弄了這些東西來 讓大家覺得 瞬目結舌 僅以6億 今年5年內會有1.2兆 拜託 我說一句 是 連方想要換車 我的車要換輪 看他們補助輪 也可以啊 這也是一個辦法 簡單說就是黃昭聖說的 你有沒有同理心 你有沒有從消費者的心理 來看這件事情 因為你吃飯的時候 你沒有欠這些錢嘛 是 百姓欠缺 這段生活在這裡 小客帳後繼續 謝謝 平常不用 平常不用 對 平常不用 燈也不開啦 沒有用到 當然不開 對 對 小小14坪的店面 就裝了三台冷氣 儘管6月下季電費就要來臨 10月還有另一波電價調漲 火鍋店老闆也只能咬牙撐下去 電費漲了以後 成本就提高沒關係 然後客人也少了蠻多的 會希望不要漲電費 當然希望不要漲 店家大探生意難做 加上經濟不景氣 足跡總數預估今年的GDP 只剩2.4% 不保三 如果10月電費再漲下去 別說一般店家 連中小企業勢必都會受到衝擊 經濟不漲 電價不動漲 電價不動漲 就下台 行政院長 電價不動漲 電價不動漲 就下台 你若是這樣的時候 大家收款 大家不算贏 一樣的漲跟著漲 問題是怎樣 你只讓人家漲 自己不用付錢 所以你說 夏季電價 週六起跑 10月還要再漲一次 你要怕四人 進行動漲 進來全台氣溫 鋁破三十度 昨天台北市最高 標注三十五點九 快到三十六度 民眾紛紛開冷氣降溫消暑 不過經濟部指出為這禮拜 也就六月要開始 民眾享受涼液時 也要負擔夏季電價 平均的漲幅百分之十八 不僅下次電價給人苦惱 十月份第二階段的挑戰 也讓民眾心驚 為什麼 因為百分之四十要給你去 經濟部喊出十月電價要漲百分之四十 環環到立法院去抗議 認為你電價硬漲 你竟然會拗嘛 經濟部長要漲台 那麼另一方面 電動汽車和機車也傳出 今年年底政府不再補助 以電動機車而言 最多只能減少兩萬元的補助 因此環環點名經濟部長 應該下台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電價的老闆 真無奈啊 那不是只有一個老闆這樣 是普遍性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成本的問題 你剛才講 下億電價還是季節性 18 等下進入秋天的時候 可能就沒有下億電價 可是十月那才是最毒的東西 我很難想像 一方面跟你開個記者會說 我要振興經濟 一方面我跟你講說 我要漲電價四成 這個對經濟哪一個殺傷力最大 真的能提振嗎 你提振的力道這麼低 殺傷這樣一打下去力道這麼強 我一直認為說 馬政府要認清現實 現在是大家不敢消費 剛才講說今年多少 2.4 兩個月前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黃金交叉 四個百分點以上 會破三到四個百分點 那為什麼兩個月以後變成2.4 我的意思說 馬總統有一些生意人建議 老闆建議說發消費券 我真的覺得這才搞不好是切實之道 消費券剛才年方講 消費券不一定能達到什麼 一個百分點或多少百分點 可是至少你可以讓民眾有這個誘因 你不要去說我只補助某些項目 其實人民用不到 大家會覺得你離人民很遠 第二個更重要的是什麼 人民感覺不到你政府的魄力 你發消費券 錢雖然發下去 可是人民至少拿到錢 可以做這個事 漲電價這個東西 老實說我這才感覺到政府的魄力 馬總統什麼時候說要漲電價 今年過年的時候就說 我今年有些事是一定要做的 漲電價是一定要漲的 那他黃金交叉 他為什麼一定要做 他講出來的 對 所以夏老師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黃金交叉沒辦法交叉 已經變死亡交叉了 對不對 你從本來四個百分點到2.4 而且2.4是我們現在講 你怎麼知道兩個月以後會變成多少 去年也一樣啊 從市一直到保益啊 如果情況這麼差 馬總統你要不要出來看 面對這個現實 我真的覺得幾百億發消費券 發到人民的手上去啊 漂亮 當然消費券已經在發了 人民一再被消費啊 馬英九看起來又很疲倦啊 店家一定要漲嗎 今天中午我去吃麵 跟我們太陽去吃麵 你知道中午吃一碗熱騰騰的面 是一種享受對不對 但是台北這麼冷三十幾度對不對 在那裡沒冷氣吹電風扇 為什麼呢 因為節能省炭 因為電池太多嘛 當那一碗麵吃到一半的時候 我已經全身都冷你知道嗎 為什麼 我們必須體諒老闆啊 老闆沒辦法啊 他有口中因為他的成本 他沒辦法給你面子蓋嘛對不對 蓋你就沒來吃 結果他不敢開冷氣 他就給你開電風扇嘛 聽起來很悲哀呢 為什麼要發明冷氣 發明冷氣就是讓大家人民 過得比較舒服的生活啦 講坦白的我覺得我實在是很可悲 為什麼 掌 別人家坐雲爆假車的時候 那台車裡面還有冷氣呢 裝假車裡面有冷氣呢 所以他穿鎖中還打鈴帶啊 老百姓吃一碗麵有沒有齁 店家不敢開冷氣為了省錢 這對嗎 這是不對的 這個是違背消費的那個理論的 你今天要讓所有的全部滾 你要讓全台灣動起來 觀光動起來 飲食動起來 對老百姓剛剛我非常非常 贊成所謂消費券的觀念 當然要怎麼弄我不知道 但是呢 你如果想看看 我買一個東西 剛剛胡老師說到輪胎對不對 你為什麼這關於研究沒有想到啊 你要買一個輪胎 我保存200塊500塊 可以啊 那大家都去換輪胎啊對不對 輪胎只是其中一個東西 我去家電 從門口開始 包括我的所有的米淑丁啊好啦 我們家電費啊什麼啦 我政府都補助你多少 你看起來 我說坦白的啦 補助起來金額也不會超過 三四十億以上嘛 可是你怎麼知道 讓老百姓有感受 那我可以去買東西 你知道嗎 比較燙 像打著一樣 不然百貨公司 周年青為什麼大家都要去買東西 原理是一樣的 所以呢 在這種狀況下呢 我開個玩笑啦 與其推出振興經濟不舉方案 不如乾脆 不如乾脆 就想一個辦法讓全台灣這樣動起來 那電價是一個很可怕的殺傷力 我剛才說毒澱粉對不對 你本來就不敢消費了 幾攤要救了 薪水倒退16年了 現在毒澱粉 大家又不敢吃 不敢買 那你消費力道又弱了對不對 這時候 夏日電價不客氣 馬上又來了 我告訴你 無縫接軌 10月1號 四成電價一定給你漲 我們就已經在屁屁刷了 有沒有 他如果 如果今天能 所有的政府施政 不是看盈虧 國家盈虧 而是能不能苦名所苦 你如果知道 10月1號 台灣經濟整個起來了 你這樣沒有關係 如果沒有的話 沒有GDP到的百貨 比如說3啊4沒有到的話呢 政府有沒有能力說 再苦 也不可以苦到人民 這個無縫接軌 這樣子接到了才有鬼 很多人在講 那不叫做雲爆假車 那叫做假霸雲車 假霸霸真好 但是馬英雄 你這十五年 台灣經濟悶到不行 大家還記得 5月1號的時候 幾萬名的勞工選擇在這一天 上街頭抗議 當天下大雨 沒想到馬總統不在總統府 也不在官邸 馬總統你到底去哪裡 我們來看看 下面這則報導 帶頭參加比賽 推廣溫水游泳池 即使到薩爾瓦多出訪 也不忘一早先到飯店泳池陳泳 看得出馬總統真的很愛游 游泳真的是很棒 希望大家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不過馬總統被爆料 五億勞團大遊行 兩萬勞工為了年輕改革 冒著大雨走上街頭 他仍然悠哉游泳 不顧勞工凌晨落湯機 而且違安人員擔心馬總統 被當街抗議 當天從總統管底 到他游泳的大職特勤中心 沿路特別加強交管 無力執政 無力執政 無能執政也就算了 可是他連最基本的 連他自己所說的 要苦民所苦 這件事他都做不到 能夠解決問題的總統 而不是只會游泳來治苦 馬英九這種現在 有點政極天下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他想游泳就游泳 苦民所苦其實都是假 勞團和綠尾接連套風 但馬總統為了游泳被批評 已經不是第一次 08年新樂客風塞 綠尾爆料 馬總統不勘災 卻跑去游泳 更年88風災 災情慘重 又傳出馬總統照猶不悟 這回五一勞團再報游泳爭議 甚至有人質疑 520就職周年當天 馬總統在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被媒體拍到打瞌睡 是不是也因為游泳 才會體力不济 可能覺得他認真不起來這樣 就是基本上 他可能想要透過做運動 去解放他自己的壓力 可是作為一個總統 我想這個最基本的一個工作 就是怎麼樣來面對 回應人民的聲音 那我覺得他這個是 完全做不到的 面對批評總統府 發出新聞稿駁斥 全非事實 也說利用上班前陳勇 是馬總統多年以來的 運動習慣 也是保持體力的方法之一 希望外界能夠尊重 民進黨立委 高資本說希望馬英雄 你不要正極天下 他說不對 我們不敢期望說 你不要正極天下 你不要惦極天下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新聞 我們來看一下 馬英九特勤中心去游泳 勞工包圍總統府血淚抗爭 他剛剛怎麼游泳針口 你們大家都應該做 我們稍微回憶一下 他是怎麼游泳 他在哪裡游泳 他多少人游泳 誰幫他來把游泳池整理得乾乾淨 溫度要到25度到28度 身體最舒服的地方 不可以有大腸菌 把你處理得好洗好洗 我如果是總統真好啊 運動當然是很好 可是馬英九可能不知道 在現代社會運動 除了對身體有好處之外 他其實也是一種特權 有錢有閒人才有能力去運動 你看美國最明顯 美國你到那個各大健身中心去看 在裡面運動的是誰 中產階級 你什麼時候看過藍領勞工階級 在建築工地幹了一天之後 然後晚上到健身中心去跑 跑步機去游泳 他早上七點起床 我們就開始在運動 他那個叫勞動 不叫運動 所以運動當然很愛 可是馬英九你別忘了 臺灣不是每個人有辦法 像你這樣子每天去運動 總統運動維持好的身體很好 是一種紓壓的方式 請問五月一號那天 上街那個勞工壓力不大嗎 他壓力非常的大 因為可能做二十年 做三十年 退休之後一家人他就拿不到 他壓力大不大 當你總統知道要紓壓的時候 請問人民的壓力怎麼解決 真正好 我今天中島也去小吃店 因為我很愛吃肉圓 我就去 我常常去那間店 老闆看到我 那麥塞就要連絡 他說 我跟我們太太去 我們兩個各點一個肉圓 他說這是我今天賣出的 第一個跟第二個肉圓 那間店賣什麼你知道 因為他的店名叫做臺灣小吃 他都賣肉圓啦 甜不辣啦 肉雞啦等等 全部都是跟毒澱粉有關的 結果老闆只給我看 他的櫃臺上面 貼得滿滿的 都是證明啊 我說這個證明 你知道真的假的 他說我也不知道啊 上頭青春叫我們打我們就打啊 好 毒澱粉也許可以解決 馬上六月一號漲電價 好不容易六七八九 四個月漲完了 剛剛瑞德講無縫接軌 十月份再給你漲四成 請問馬英九 人民的壓力大不大 別忘了 今天是月底 大家知道嗎 所得稅房屋稅 上個月有汽車人繳牌照稅 只有他打磕稅 對 他是因為他什麼稅都不用繳 他就整天打磕稅就好 人民的壓力這麼大的時候 你這個總統竟然還想到 只會想到游泳來紓壓 那請問你可不可以想一個方法 給人民紓壓 許漢基兄 你知道嗎 很多勞工朋友他怎麼講呢 馬總統你只有游泳算什麼 我們都快跳海 你只不過跳泳池他們快跳海 特勤中心 很多人講不叫特勤中心 叫特權中心 為什麼 因為他去游的時候 其他人都不用訓練 馬總統說游泳很棒 叫大家多游泳 我也知道啊 我不但知道游泳很棒 我也知道吃牛排很棒啊 吃龍蝦很棒啊 大家多吃牛排 多吃龍蝦 我朋友還有說馬英九走路很好啊 你走路吧 很棒的東西 全世界太多了 你看大家可以享受的 連鵬頭說的 你這些勞工 每天有一個生活 就沒辦法過了 我一早醉到半月 哪有那個時間去游泳 你今天說風涼話 人家怎麼說的 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們說的 馬英九 馬英九有國務基礙會堂開啊 三千萬開不高 還要四千萬啊 你說他這樣 他怎麼可能會苦民所苦 但是我說 最重要我們回來講 這個是一個完全無能用 還說八十歲的 零費 零費 有什麼 我們說現在台灣問題 有兩個經濟壞就是 最大的簡單 就是出口壞 你看看就是內需壞 出口壞 有時候國際問題 我們不能完全怪政府 但是第一 出口壞之前 你應該內需 應該把老百姓生活 顧好 大家不再開錢 剛好我們就說補助補助 補助要什麼 我就已經吃飯吃不夠了 補助我還要補什麼 是很想說 一個人優雁帝 這樣三十公斤二十公斤 要不要電費 很棒很棒 要不要電費 不用不用他不用 他不用啊 他哪要電費 所以他會很棒啊 是 某老師我們這個月要繳 這個所得稅 就是要幫他付這個電費的啊 你以為電費是他自己出的嗎 你剛才問說院長跟總統 有沒有付電費 他們不需要付電費 這變在預算裡面 你後來有個行政院 有個新聞局長 他住宿舍裡面 他還不曉得說 他為什麼他宿舍的電費 每個月要幾萬塊 是 對不對 他說他不知道 你學這些人 他知道民間疾苦嗎 是 你把夏天的時候 去那個公立的用詞 是 我去還有一遍 我那嘛 那是灑水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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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馬英姊 有人幫你 潛倒車交通管制 游泳池 所有人全部趕起來 你一個人下去 幫你維持林大腸菌 幫你維持25度到28度 你當然講 這個游泳真好啊 問題是台灣只有你一個人好 這段先到這裡 休息一下多繼續 謝謝 我也是麵包師傅 即將到新加坡 國立大學攻讀EMBA 世界冠軍麵包師傅 吳寶春露出 靦腆笑容 態度依舊謙虛 為何離開台灣 跑去喝洋墨水 吳寶春這麼解釋 在報考新加坡 國立大學的時候 那當時台灣的EMBA 的課程呢 報名日期已經截止了 在台灣大學呢 也會去禁修 譬如說行銷啦 會計這一部分 今年三月 吳寶春動了禁修念頭 無奈只有國中學歷 和乙級證照 不符合國內大學EMBA 報考資格 新加坡國立大學 派面試官來台搶人 總統馬英九 火速放寬EMBA 報考門檻 卻還是留不住人才 我覺得 也可以給更多麵包師傅 給我們更多的一個 學習的機會 之所以決定赴新加坡求學 吳寶春也是考量 每三個月 只要一次停留十天 不至於忙不過來 對此教育部 樂觀其成 雖然念不成台大EMBA 但吳寶春下學期 將以食物教師身份 到台大執教邊 傳授他最拿手的 美食與生活 同時可成 我希望我能夠帶他們 走入台灣的一個農業 教他們怎麼用農產品 來做成果醬 來做成菜 然後做成麵包 巨細迷移分享教學理念 也對新校園生活充滿期待 但是從新加坡國立大學EMBA 畢業的設計公司總裁楓亞米 看著老照片提前警告學弟 要過苦日子了 去新加坡我們一定會想說去逛逛街 或怎麼樣 但是我在那樣的兩個禮拜的課程裡面 我完全沒有辦法逛街 然後只有兩個小時給我們的時間 我們也有很多在同學之間的互動溝通裡面 發生很多誤解擦槍走火 但是也有後來都變得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畢竟九月以後 吳寶春既得當老師學生 還得經營麵包店 身兼三種角色蠟燭不止兩頭燒 如何分配時間 將是他的最大難題 我也是電話撥到總統 我們跟馬英九說 你不能到新加坡國立大學去練AMBA 因為你會沒有時間睡覺跟打瞌睡 但是這個話題其實很嚴肅 為什麼 吳寶春他要去新加坡暫時 不是說不是固定 會離開台灣不固定的去 去新加坡 但是我們這個新聞裡面 還有另外有意思就是說 臺灣要把他留沒辦法留下來 但是有一個人他要回來 那個人叫做白人 我們把這兩個新聞放在一起看 這就是其實可以看馬英九 這幾年來 把臺灣帶入一個什麼的禁忌 吳寶春向政大級中山大學致歉 為什麼他選擇去念 新加坡國立大學的EMBA 這是吳寶春 臺灣的驕傲 臺灣之心 這個新聞是這樣子 他將會去新加坡念 雖然不是固定在那地方 可是我們看下面這個新聞 白人遲不回臺 立委說你通緝犯 耍政府 因為進行臺灣已經給你核發 臺胞證公證書給你禮遇 我想請教一下 詠明兄 這兩個新聞放在一起 真的 我們覺得相當程度的 把馬英九的政績給呈現出來 這是民心向背 其實吳寶春是非常聰明 他知道 新加坡排名是比政大跟中山好的 他當然要去好的地方 我相信這個對他的幫助也很大 可是我們只是在問說 EMBA有這麼重要嗎 我們的大學排名真的有比新加坡好嗎 為什麼新加坡 他是派人來考試耶 派人來請他去念耶 新加坡只是要賺他的學費 不是 絕對不是 新加坡要的是要讓人家覺得說 新加坡是一個人才匯聚的地方 我們不是有很多大老闆嗎 現在已經把他的這個什麼都移到西加坡去了嗎 可是另外一個是白狼回來耶 謝老師 白狼對很多人搞不好是人才啊 對不對 雙子姓如果白狼在 搞不好不會被喬成這個樣子啊 我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 人心向背 我們會覺得他這麼重要 吳寶春走 白狼回來 如果這是一個大趨勢的話 你想想看台灣 不要多久啦 馬英九主政這幾年會變成什麼樣子 可是我在講 搞不好對馬政府而言 白狼是個人才 你不要小看他啊 是 很多人問就是說 吳寶春走就算了 白狼一定要回來嗎 我要是馬英九 當然要啊 維持人口平衡嘛 早一個回來一個不是這樣啊 維持人口 為什麼出現這樣的一個新聞 很人民很錯愕 其實對很多人來講 但我們恭喜 我們恭喜吳寶春 因為新加坡大學禮遇他 對 可是我們也覺得某種程度說真的 台灣有點受傷 對 白狼張安樂啊 我們對於最英雄最深刻 當然就是他因為被捲進去江南案裡面嘛 對吧 所以後來也在美國服刑嘛 他現在還是台灣的通緝犯 對 沒有錯 他是在因為民國八十幾年的時候 因為台灣的製品專案跟組織犯罪條例 所以發布通緝 然後遭過中國那邊嘛 那這些年來 白狼已經釋放出很多的 好多次風聲說他要回來 其實你如果覺得你是冤屈的對不對 他的罪啊 現在以現在的法律不一定能夠成立 或者是說會判很重嘛 你就直接回來面對就好了 可是他做了很多的動作 他做了很多的動作 最主要原因就是要拿自己洗清 說他自己是完了 他自己是清白的你知道嗎 所以他回來那時候 那時候要跟警方談條件就是 他要開一個記者會 在桃園國際機場嘛 他的意思是說我沒有犯罪 是你幫我討進去叫我出去 對吧 所以是這樣子 可是問題是吳寶春好了 我們講吳寶春 吳寶春這間宿鏈裡面 透露了一個訊息就是 因為他的身份特殊 我們不可以去講 因為為什麼我們會認為國家 為了他而修法嘛 這個我講的是最坦白的嘛 馬英九說在這邊都把他留下來 教育部然後那個一個禮拜年就修法嘛 對不對 真的做了 本來要假等證照 然後三年滿三年才可以的嘛 那因為烹飪沒有假等證照 所以修改成已等五年就可以了嘛 同等學歷報考 那為了他修法 那我如果是吳寶春 我也不可以去讀台灣的EMBA 為什麼 全世界的人都在說 就是為了你啊 為了你所以不知道 你怎麼樣怎麼樣對不對 那個壓力太大了喔 所以呢 那當然新加坡的立場國立大學 那新加坡也是在新加坡Top1的對不對 他為什麼要叫人來台灣幫他面試 然後後來還讓他過了 他花那麼大的功夫幹什麼 人才醫療都來我新加坡 很簡單 我們台灣一年流失出去的那個人才 像說我們台灣沒人知道 台灣的人才一年流失出去 是兩萬多人啊 都是高科技高醫療 什麼有的 我們現在包括小兒科 包括婦產科 包括很多醫生都沒了 大家都做醫美 政府知道這個事情也不去處理啊 所以這種狀況下如何留住一流的人才 無保存這個事件 是一個警訊 其實我們從這個象徵 我請教漢君兄 現在大學生畢業一個月多少 現在喔 我們說二十二K 二十二K嘛 是 那是說運氣不錯 找頭路才有啦 是 有的我所在有很多 那都臨時工 差不多一個月 差不多萬通國話 可以吃飯這樣而已 你問你學生 你學生如果有資料 不管新加坡是香港 一國會給他幾萬國 你住的補貼 學生留在台灣嗎 當然不會 但是我說這個問題是 吳寶春的讓我們看著說 我們國內對這個人才的 所謂的重視程度 比較想要不夠 是 你說什麼有什麼規定 像這種特殊的人才 照理說你本來就應該要 讓各學校更大的彈性 給他去處理 但是沒有 但是問題發生以後 發現這個問題以後 才想要做 剛才隨著說的 吳寶春的感覺好意思 就為我來改 你不改 你改他能夠留下來 所以說 你如果當時要出位 所以說這種是特殊人才 你乾脆專案處理 我覺得可能還會留下來 但是這個政府 我說他沒有報 是亂黑白衝 剛才有什麼 沒辦法 臨時想一報 他不會去真正好好思考 到底是問題出的什麼 我要說回來 說白人的事情 白人這件事情 是有關我們司法的尊嚴的問題 那不是說對法有簽什麼 什麼協議 是不是 司法護罪 打擊犯罪 是我們的通緝案 為什麼到現在還弄不回來 這是整個司法體系的問題 那為什麼我們到司法 我們現在司法體系 沒有任何一個人出來講話 是 我為什麼特別提到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有意思 為了吳寶春 馬英九下令教育部 一個禮拜之外 修改相關的規定 對 各位朋友 為了白狼 我們的 我們的我們的 我們的刑事警察局 是反對給白狼 給他這一個公正的 但是結果呢 結果是海基會 對 所以對吳寶春是特例 對白狼也是特例 是 我們一般去廟的拜拜的時候 我們心裡都會黏一句話 六個禮 叫做好的來壞的去 現在是吳寶春走了 白狼來了 我不曉得這個是 到底是好的來還是壞的來 吳寶春是不是人才 是 沒有人會否認他是人才 是 吳寶春能不能創造產值 你知道他的米包生理多好 你知道嗎 單價貴因為好吃 而且有錢不一定買得到 你常常要排隊要預訂 這種人才 他有一技之長 又能創造臺灣的產值 為臺灣增加知名度 其中臨載臺灣留不住 被新加坡搶走了 不要小看他去新加坡讀書 是 常常很多人到外國去讀書 就是他將來移民或定居的開始 因為他也許去讀書之後 覺得新加坡的經商環境 對於我這個做麵包環境 比臺灣好 好我來開兩家分店試看看 我議長抱負 聚會比較大 生意好 覺得我這邊發展的空間更大 那我考慮來移民了 也許吳寶春就這樣 將來就移民去新加坡了 我們的政府很可惡在哪裡 他常常騙我們說 我們臺灣沒有人才 所以我們要開放中國的白領來 臺灣不是沒有人才 他講錯 不是開放中國的白領 開放中國的白狼 對都都一樣 因為他也算白領了 臺灣不是沒有人才 是臺灣留不住人才 我再舉個例子 馬英九你這個人你一定很熟悉 這個蔡佩然 蔡佩然是誰你記得吧 你女婿 他女婿做的那一行 在摩根大通 同樣的位階 在臺灣一個月薪水大概五萬塊 你知道香港一個月薪水可以多少 十到二十萬 那你說類似這樣的人 他要不要去香港 他要不要去新加坡 他當然去 臺灣為什麼薪資沒辦法提高 為什麼會把人才逼走 這是你馬英九 有該去很注意的地方 吳寶春他只是一個個案 但是他背後所代表的意義 就是臺灣這幾年來 人才不斷的流失 可是我覺得網友非常聰明 他說臺灣當然留不住人才 因為在政府上班都不是人才 他們怎麼會留下人才來呢 你們還記不記得 我們的國安局局長 叫做蔡德勝 他曾經在立法院裡面公開的講 臺灣滿街都是不該來的人 對 所以說馬英九你七十五年 變成廢碟過來一大堆 但是我們的人才全部被你逼出去 這也是我們今天看到白人要回來 吳寶春要出去 我們感慨萬千了 這段先到這裡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 謝謝 變成報紙頭條說為了他專門修改法律 再來講了就根本不是在留人 是要趕人家走啊 同樣的啊 你如果真的要弄正所稅 真的要弄臺灣經濟 你正所稅是這樣弄的嗎 一年後還在那邊講說 不廢喔只休喔 那你不廢只休 是真的要救臺灣經濟 我的意思說 吳寶春那個是大張旗鼓 是不是馬英九在顧自己人 他是為自己留吳寶春 對 讓人家覺得說你看我是去留人才下來的 那年況講得好啊 那你叫你女婿留在臺灣工作啊 把人才留下來 你可以命令他啊 我意思說 不要去做一些虛工 大家都知道這樣做留不住人 可是你就硬要做 你硬要爭這個面子 是 我覺得正所稅也是 我覺得馬總統 你要出來公開跟人民道歉 說這個事是我搞砸 過去臺灣一年經濟不好也是我搞砸 都是我的錯 現在不是喔 弄一個什麼推政經濟方案 拿個幾十億 呼嚨臺灣老百姓 那時候光是他喜歡游泳 要所有學校弄游泳 對 謝老師 國軍都要游泳 是 不是每個學校都要 一年喔 一年編六十億啊 六十億不能提升 拿來提升經濟嗎 只是為了你馬總統喜歡游泳嗎 是 我當然想到馬英九 如果你真的要破例 太多可以破例 包括那些官場工人 你都可以做 所以連旺兄 他的面子 真的比所有臺灣人的理直還重要 完全正確 真的是這樣 真的是這樣子 馬英九這個人我覺得他最重 其實周美清很早以前 就跟我們講過 我永遠記得 二零零八年的二月十四號情人節 那一天 在臺中市胡志強幫馬英九辦的一個選舉活動 周美清站在馬英九旁邊把他頭壓下來 跟大家鞠躬的時候 周美清跟我們講了什麼 他說他這個人喔 不會關心別人 不在乎別人的感受 人家五年前已經跟我們講實話 結果不聽要投給他 所以現在你能怪馬英九嗎 你如果從周美清的角度 我都已經告訴你們 你們還選他 我覺得這件事 吳寶春這個事情 很突顯 就是馬英九典型的個性 什麼樣個性 我才不管你的感受是怎麼樣 今天你吳寶春 如果進了臺大進了政大 你永遠都要感謝我馬英九 是我一句話 讓你進臺大進政大 但是他從來沒有感受 吳寶春如果真的這樣進去 請問他念得下去嗎 所有同班同學的 他指指點點 原來搞特權那個人就是你喔 你覺得吳寶春這樣子會留嗎 我要是吳寶春 我也不會留下來 這個漂亮 馬英九真的 我要真的開國安會議 我認為這件事情值得他開國安會議 你既然已經知道說人才外流 是很嚴重的國安層級 你為什麼還是繼續做事看他 不好意思 醫療人才外流 科技人才外流 韓國人現在用高薪年薪千萬來 我們高科技 工程師 然後各式各樣的 包括學術界人才全部都外流 我們越流越多了 台灣不是沒有人才 台灣的人才 都被國外這樣弄去 人家用五倍十倍的薪水 給你弄 讓你在想辦法去做 也 2006 也忍如說 你以為連台灣アップ ãs 總比山 十三井 發生了